记者陈丽言台北报道,南韩动作男神李准记载新剧《无法律师》化身暗黑律师,为了替冤死的母亲申张正义,独自与恶势力搏斗。 他向来是演艺圈中有名的拼命三郎,拍舞打戏全亲自上阵,这次演出《无法律师》也不例外,因扮演律师角色,甚至得穿住皮鞋奔跑,跳上跳下,让37岁的李准姬也忍不住撒娇直呼,脚底真的好痛啊。 但随即又恢复活力,向粉丝喊话,即使担心,我也会一直努力到最后的首度合作的李准姬,徐瑞芝,在剧中有不少精彩对手戏,两人快速磨合出极佳默契,李准姬也在日前的记者会上大大称赞对方,是难得一见的女演员,两人因剧中前半段有大量武打戏相当辛苦,提及之后 希望能多一点感情戏,展现不同的氛围,徐瑞芝还透露太习惯拍动作戏,导致瞬间切换到像广告般画面的爱情戏时,让他一开始有点不适应,幸好李准姬总是能让现场变得很有趣,让拍摄顺利进行,而个性开朗又爱耍宝的李准姬,甚至在拍摄空档唱跳韩国有名的儿歌《鲨鱼送》,引来不少笑声。 而他强大的感染力,是那原本个性文静的徐瑞芝,不知不觉跟住开玩笑,频频对李准姬抗议,欧巴。 我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人啊,过往总以清纯形象示人的徐瑞芝,还曾被国民主持人留在西称赞不是一般的漂亮,这次为了诠释无法律师周热血又莽撞的年轻律师,何在一? 竟见去留了十三年的长发,希望抛开过去清纯感,打造全新的角色形象。 徐瑞芝更自爆角色的秘密,认为热血律师是恭维和在一,事实上是有勇无谋的闯破精,只懂得横冲直撞,天兵的程度让他十分惊讶。 没想到,最佳伙伴李准姬竟跟住补刀,对啊。他天兵的程度,连我在一旁看了都赞叹不已啊。 无法律师将于十三日起,每周日,一上五十点于爱奇艺台湾站播出。 李准姬在新剧无法律师的武打戏,全亲自上阵。 爱奇艺台湾站提供,李准姬,又,与徐瑞芝在无法律师首度合作,默契十足。 爱奇艺台湾站提供。 爱奇艺台湾站提供出。 爱奇艺台湾站提供。 感谢观看